大家好,我们这一期我们说说文字 那么关于文字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误解是什么 就是认为象形文字是表意的 字母文字是表音的 而且把中国的文字,就是把汉字归类为象形文字 那么最典型的象形文字还有古梁和刘毅的文字 还有古埃及的文字 古梁和刘毅和古埃及文字的最初也是象形的 然后就把汉字和古梁和刘毅古埃及的文字都归类为象形文字 而且认为性质是一样的,是表意的 那么这些概念就这么一种理解,这么一种描述 其实都是西方的文字学家 他们或者说中国的基于西式的思维 模式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我们仔细去研究会发现 就是只有汉字是表意的 就是汉字它不是用来 不是用来单纯的说表达这个语言的 是语言的工具 我们现在还有一句话就说 文字是语言的工具 那这句话只对这个汉字以外的文字有这个成立 那么对汉字是不成立的 那汉字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 汉字本身是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 而且我们如果从汉字的起源时 我们会发现就是汉字我们说最早起源甲骨文 但是在甲骨文之前 中国就是已经存在一套就是成熟的这个符号系统 而且是抽象的符号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存在于有好几千年 那么而且呢 这套系统就是还有两套系统 那么我在前面讲这个甲骨文的时候就讲过 就是第一套就是我们的易经 易经八卦符号 我们说八卦符号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阴阳符号 它是一套独立的系统 它和语言没有关系的 它独立的在表达意义 那么还有一套 我们就不清楚了 就是契约符号系统 那么我们这个周易讲 上古节绳而至 后世圣人一直以书气 就是节绳和书气 其实就是契约 最早的契约 那么节绳的话是绳子 打着绳结的绳子 书气的话是木片 刻这个横线 刻气齿纹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么它是一个契约符号 就是这个节绳和书气 它是契约符号 那么它是表达意义的 那么 而且它是 就是从我们的文明之初就存在 它应该和咱们的八卦系统 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 那这套契约符号和这个书经的八卦符号 它是两套系统 都是独立的表达 这个意义的 而且它也不是语言的工具 它是独立的 那么就像我们这个 周易啊 在说这个挂项的时候 就是说立项以敬意 立项以敬意 就是挂项 就是这个八卦符号 其实 结绳符号也是一样的 它和语言是独立的 包括还讲 就是书不敬言 言不敬意 所以圣人立项以敬意 注意 这个书不敬言 言不敬意 立项以敬意 这个书 其实就是指的后者的这个文字了 这个书不敬言 就是文字啊 它并不能完全表达语言 言不敬意 言的话语言并不能 就是表达这个意 所以立项以敬意 所以这里这个项和这个书 它是一个 尤其是和言 它是分开的 这个项并不是表达语言的 而是表达意的 就是立项以敬意 那么这个项其实就是更早的 我们文字指前的 就是我们汉字指前的 我们甲骨文指前的这个符号系统 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和字 也是有区分的 文和字是有区分的 我们现在说文字文字 连在一起的 其实文更多的是指 就是我们字指前的一个系统 文 那么当然字的话 其实是来源于文的 就是说我们的 我讲了这个契约符号系统 这个契约符号系统 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随着节省和书期的 这个消失 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它并没有消失 它是干嘛 它是进入了咱们的文字系统 就是甲骨文 我们仔细研究甲骨文 就是它的 字型的基本的结构 资本的结构 其实就是继承的 节省符号和书期符号 那就是节省符号和书期符号 这个契约符号 进入了咱们的文字系统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也说这个甲骨文是契约文字 就是汉字是契约文字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咱的汉字系统 它是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 那当然文和字的区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到了字的时候 我们确实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文 用这个符号来表达语言 但是它依然保留着 保持着它的这个独立性 它是一套独立的这个系统 所以我们看汉字 汉字和语言是不同步的 那么这个不同步 其实是分成三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就是甲骨文之前 我们是有文的 但是没有字 就是契约符号这个挂项 它是独立的符号系统 它并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 但是只是说到甲骨文的时候 我们开始用这些符号 去表达语言 它又发音了 就是甲骨文 那么甲骨文和金文 其实甲骨文和金文 它是汉字的最早的阶段 那么它的特征更是接近于文 就是说它自己是一套 独立的符号系统 它和语言不对应 所以甲骨文和金文 作为汉字的最初的阶段 那它是不成 作为字的话 它是不成熟的 所谓的不成熟 就是它的字很少 它和语言高度不对应 它无法独立的去表达语言 那么汉字什么时间成熟呢 是到文言文 我们说文言文 我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我们有一种错误的 就是会把古文和文言文 对应认为古文就是文言文 这是错的 其实文言文 是就是汉字的一个新的阶段 它是 就是是记这个甲骨文和金文 就是甲骨文和金文 它俩差不多 它是无法表达 这个系统的表达语言 就直观的说 它没法写文章 还不能写文章 所以你看我们看 甲骨文和金文呢 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些资料 它都是很短 甲骨文更短 它就是一句话一句话 甚至说一个字一个字 金文的话还要好一些 那金文的话出现了一些篇幅比较长的 但是最长的 目前发现最长的这个金文材料 也就是五百个字 那么文言文是什么时间出现 文言文是春秋之后 就是春秋之后 我们说春秋 我们礼崩乐坏 就是我们的社会 发生了一个变革 那么其中也发生了文字的变革 文字的变革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形态 就是文言文 更多的表现就是说 更多的字 出现一个 就是汉字的总数 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我们很多字 其实就是春秋之后形成的 那么这样就导致什么 就导致这个汉字和语言的同步性大大增加 那么语言就是汉字可以去表达语言 叫文言文 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文章 我们的文章开始出现 那么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 即便是文言文 它和语言也是不同步的 不同的和语言不同步的 那么而且就是这个趋势会长期的保留 我们知道一直到我们 我们白话文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白话文 这个之前 我们的这个书写系统都是文言文的 它和语 它和咱的语言是不同 和白话白话 就是平时的真正的说话 它是它是不同步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是现在的白话文 其实它不是单纯的说 是一个技术上的调整 其实它是有一个文字的理念 完全不同 白话文 其实我们是受到西方的印象 我们通过日本 受西方的印象 包括我们一度把咱的汉字 变成拼音 就是完全语言化 把文字当成语言的工具 完全不考虑 它的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当然我们还是没有这么做 对吧 那么总之吧 我是想瞧点啊 就是汉字 它本身是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 它并不是表达语言的工具 所以它不是表意的 所以它不是表音的 所谓的表音的话 其实就是说 文字是语言的工具 它自己没有独立的意义 但是汉字它有独立的意义 那么 所以 这个是汉字的独立性 那么这 同时呢 我也说 就是汉字产生之前 我们是有独立的符号系统 那这个是汉字和其他文字的不同 包括和古埃及古两国流域 那我们看资料 他们就会讲 这个 像古两国流域的文字是比较早 甚至说公元前三千年就有 它比咱们的甲骨要早 但是 这个在 在这个 它的文字出现之前 它没有独立的这种符号系统 独立的这种 系统化的符号系统 它没有 比如类似于我们的 易经的八卦系统 包括我们的七元符号系统 它没有 就是说 我们在字纸前有文 但是呢 其他的只有字 没有文 所以呢 就是汉字 只有汉字 它是 它是一个独立的符号 它也是表意的 它不是文字的工具 那么像 古两和流域古埃及啊 它的这个文字啊 尽管说看起来是象形 但是呢 它也是表达语言的工具 它是表音的 它并不是表意的 我构造出来这个形 比如牛 我构造出来这个牛 并不在牛本身 而在于用这个符号 用这个象牛的符号 去表示牛这个音 所以才导致 就是 古两和流域和古埃及 它的字形是高度不稳定 而且它的发展 有一种去象形化的这种趋势 到后来啊 不久以后啊 就是 就是古两和流域的文字 它就完全去象形化了 变成一个所谓的卸形文字 然后古埃及的话 就变成草 草书体 草书体其实就是符号了 那么我知道到后来啊 就是现代的西方的字母啊 它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源头 那最早的字母叫什么 我们现在研究是叫菲尼基人 菲尼基人所发明的这个字母 这个菲尼基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现代的 他们叫黎凡特地区 就是在叙利亚 黎巴嫩 那么就是地中海 地中海的最东端 地中海的最东端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处于古埃及和古两和流域之间 而且这个菲尼基人 因为他海边嘛 他是经商 他也经商 到处跑 所以他 他就是对古埃及 古两和流域都有 都有这个接触 然后这个菲尼基人 他为什么能够发明这个字母呢 就是他是受到古埃及的文字 当时古埃及已经是变成什么 草书体了 就是他也字母 其实就是字母化了 只是说这个他和字母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所谓的字母字母 他其实是把那个发音 是切到最小的一个单元 就是一个字母代表一个 这个发音的最小的单元 包括有辅音有原音 然后再拼出一个字 拼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单词 那么只是说在古两和流域和古埃及呢 尽管说他是表音的 但是他没有字母化 没有字母化就是他没有把这个音呢 进行分解 就是分解成最小的单元 你比如说一个牛 我用英语来举 牛叫靠 对吧 靠 那么他这个靠是一个一个字 一个字 对吧 他没有分 科阿乌 对吧 科阿乌 有三个三个单元 那么这个飞尼基 飞尼基人呢 他是根据这个古埃及的这个文字 表音 然后又把音进行切 切到最小的单元 一个单元对应一个字母 就出现了字母 那其实都是表音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啊 就是不仅说是这个飞尼基 飞尼基人发明这个字母 大概是时间呢 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 就是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周朝 周朝的初期 那么 这是这个字母文字啊 那么同时我们来看这个 另外的一个字母化的一个冲向 就是日本 我们知道日语啊 日语的话 日本他没有文字 他是很早就学习了咱们的 中国的文字 学习中国的文字 那么他引入中国的文字呢 同时呢 因为中国的文字 对于咱们中国文化来讲 它是有意义 因为我们有这个历史 对于日本来讲 这个汉字的字形啊 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所以呢 它也出现了这个字母化的冲向 那么我们现在学习 我们了解日语 我们知道 这个日语 它有这个所谓的假名 骗假名 这个什么凭假名 这个假名 假名 其实就是 就是字母 为什么叫假名呢 本身这个汉字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 到日本这个假名啊 它是没有意义的 它只要发音 骗假名和平假名 都是字母 但是这个字母 它是用中文写的 更准确的讲 或者说用中文的一个偏旁铺手 你譬如说这个平假名啊 是用草书体 来自咱们中文的草书体 这个非常类似于这个菲尼基 菲尼基人 用埃及的草书体发明字母 那么日本用咱们中文的草书体发明了这个平假名 平假名也是拼音 就是它只借助这个符号 它表达一个音 然后再拼成一个单词 当然拼成一个日语的单词 平假名 片假名都是拼音 都是字母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非常类似于这个菲尼基人发明字母 只是说 就是汉字和古埃及的文字不一样 汉字是有独立的意义的 它是表意义的 它不是表达音的 但是对于日本来讲 对于一个外来 它没有这个文化背景的来讲 那么汉字 它更多的来希望表达语言 所以依据汉字本身 它发明了这个平假名 片假名 就是字母 用汉字 或者用汉字的偏旁部首 组成的字母是日语 当然这也是世界唯一的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字母在这个全球 其实字母有两类 一类是 就是根据中文的 根据中文 有中文所演成的字母 另一类就是 当然中文是一个表意的文字 另一类就是 有非尼基人 根据非尼基字母演变过来的 那它是由这个 古埃及草树体 所以这很有意思 那么还有咱们中文 我们知道 咱们最早的字典 是这个许慎 东汉的许慎编的 说文解字 但是说文解字是没有注音的 没有注音的 没有注音 没有注音说明什么 就是许慎 他最看重的是汉字的形 字音不重要 字音不重要 那只是后来 但是我们现在看 我们如果看过说文解字 我们就发现 它是有注音的 它的注音的方法叫反切 反切 那么这套注音方法 其实是后来出现的 那么在东汉时期开始出现 东汉末期开始出现 然后到魏晋时期开始成熟 然后我们后人 在印刷 这个说文解字的时候 就给它加上注音 用反切的方法 那么反切的方法 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反切 就很有意思 这个反切 其实是为什么我们 原来的汉字没有注音 为什么会发明反切呢 我们其实就是根据 西方的字母文字 就是学习西方的字母文字 然后根据它找到灵感 然后发明出一种注音的方法 因为当时佛教 佛教也是东汉末期传入中国 那佛教的经文 它用的是梵语 梵语也是字母文字 它和西方的字母文字 本质上是一个系统的 那么那梵语的字母 应该也是最早的源头 也是飞音机 然后上到古埃及的草书体 所以我们中国人 在研究梵语的时候 觉得很有意思 它这个整个字 是靠音组成的 有字母组成一个音节 然后再拼出一个单词 那么我们就根据它 找到一个灵感 然后给汉字注音 叫反切 反切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反切 就是很好地说明了 就是字母和这个字的区别 这个切是什么 切就是切割 就是把一个音 把一个字的音进行切割 切割中最小的单元 然后再根据这个最小的单元 组成一个 拼出来一个新的一个字的音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好 给这个汉字好 怎么注音 用反切法 它找两个更熟悉的字 譬如一个合 大合的合 用大合的合 然后一个跑步的跑 那就是对合进行切 那合合就是合合合 对吧 第一个音是什么 是合 然后第二个是合 我取第一个是合 然后跑 破凹跑对吧 破凹 我取后一个凹 就是合跑 一切一反 就组成一个好 所以好 那我们我们如果看收音解释 我们就会看 如果对这个好注音 他会说 合 跑 切 或者合 跑反 就是说对这个整个字音 一个字的 它 它其实有很多这个发音的单元 就是切割 切割 切割成最好的单元 然后用最好的单元来组音 所以这个 比如说 用这个合合跑 来注好的时候 这个合 和跑 其实就是一个字母的功能 但是它是用汉字来表达字母的 表达这个音节的 那么 所以这个反切法 很有意思 那么同时 也是说 这个字母 字母和 这个 古埃及的草书题也好 古两合有的这个线性文字也好 就是说它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字母就是 把这个发音 就是一个单词的发音 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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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成最早最好最小的单元 然后把这个最好的单元 单拿出来 构成一个符号叫字母 对吧 那么古两个流域的文字 尽管是表音的 但是它没有切割 它是一个整体 像我刚才举个例子 就是牛 靠 它是 本来有三个音 但是它就是一个整体 没有切割 所以我们到东汉的时候 我们受繁衣的影响 我们也开始切割 而且叫反切法 这个非常形象 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我们才理解这个反切是什么意思 那么 这个汉字本身 用汉字来表达音 这个时候的汉字 当表音的时候 反切法中的汉字 就不是汉字了 就是字母了 就是字母了 这很有意思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整个来看 这个世界上 其实有三种字母 一种是 起源于古埃及的 古两流域的这种 表音文字的字母 那么由这个菲尼吉 先搞出来 然后再演化 这个整个西方语言的字母 都是这样的 这一套字母 那么还有一套字母 是日文的字母 它根据汉字 或者汉字的偏旁 来演化出来字母 叫凭假名 骗假名 那还有我们中国 其实很早又 就是也有字母 就是切 反切法 那么但是呢 我们中文呢 我刚才讲了 咱们中文的这个 这个文字结构 非常的稳定 高度稳定 它不会出现 古两号流域 和古埃及文字 出现的这种 去向型化的这种趋势 我们一直很稳定 而且我们 不仅很稳定 而且 到什么时候 到这个 这个魏晋的时候 我们还发展出来一个 独立的艺术形式 就是汉字本身 是艺术 我写一幅字 挂出来是艺术 它和一幅画是一样的 而且在我们的 这个艺术的发展 就是我们的历史上 最早艺术化的是字 而不是画 画还要在字后面 比如我们现在说 字画字画 对吧 注意啊 就是这个字本身 成为艺术品 只有汉字 只有汉字 那为什么它可以 成为艺术品 是因为汉字本身 它是独立的符号 而且它来自 来自什么 上古的契约系统 它里边是有意义的 而且它里边是 其实是承载着意理的 汉字更准确的讲 叫意理文字 它是承载意理的 所以我们讲 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 而且还有不仅说是 这个汉字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叫转刻 对吧 转刻也是一个艺术 我就刻几个字 刻一下 盖一下 就是张印章 它也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 这一点也只有汉字 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汉字可以到 因为汉字 有独立的意义 它是承载着意理的 它是承载着意理的 好吧 这个讲的有一点乱 我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错误的 对文字的一个认知 就是认为象形表意 这个字母文字表音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那么更 把这个人类的文字 分成象形和字母是错误的 因为尽管说 中文看起来像 古埃及古乃迹的象形文字 但是它是本质的不同 汉字是独立的符号系统 它不是表音的 它不是文字的工具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误解 就是说认为 文字是语言的工具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对于汉字是不成立的 对于汉字以外的文字是成立的 所以呢 我们要认清这一点 才能够认清汉字的本质 才能够研究汉字 才能够发掘 比如说对他的起源 有个更清晰的认识 好吧